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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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分一半给你吧 谢谢 没事 快吃吧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高卓 他也是一个中国人 五岁的时候 高卓的妈妈就出车祸去世了 她从小就在这里流浪 后来我也回不了家了 是高卓收留了我 那你们有找过警察吗 找过 但一直没什么结果 就算有好心人 他们也联系不到我国内的家人 我只有一个名字 我没有任何的证据 能够证明我自己的身份 那你跟他们提绿川了吗 他们应该知道啊 那个时候的绿川 跟现在的绿川 完全不能比 那个时候的绿川 只是一个在拼命挣扎的 小公司吧 而且那个时候我那么小 而且那个时候我那么小 根本不知道爷爷的公司叫什么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谢谢 我给你们看 对吗 你来吃吗 不 谢谢 这里太热了 可以去哪里吗 我不知你 我不想喝酒 只剩下你了 谢谢 嗨 女士 你听到这女士 她没有想喝酒 嗨 没事 好 走吧 虽然 我跟高卓在一起的时候 日子过得特别的艰苦 但是我们非常的自由 也非常的快乐 我们为了生存 我们几乎走遍了这附近的每一座城市 现在回想起来 那段时光 那段回忆 别浪 别浪 是我活到现在为止 人生当中最快乐的时光吗 别让我打到你 只有小家伙还活着 他肯定又饿了 给 我们去找吃的吧 好 原来 原来 卡洛 是你们在那会儿救下的 那后来 高卓是怎么 小的时候我一直有一个心愿 就是我想出趟海 我也给你个礼物 好啊 你看 你哪儿来这么多钱 这是我半年偷偷攒下来的 你不是想出海吗 对啊 这钱够了 可以出海了 出海了 太好了 出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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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永远不分开 我们永远不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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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卓就是在救我的时候出了意外 等到送他去医院的时候 一切都完了 医生 医生 怎么样 我们永远不分开 我们工作了 但我们下 dol了 我们可以帮你 对不起 对不起 你始生 你休息我 你别笑我 你休息我 沈蜜 你还好吗 后来 我带着高卓的骨灰 回到这个地方 把他们来在了这棵树下 因为这里是我们 曾经最喜欢的地方 也是带给过 我们最多快乐的地方 我把它留在 这个他生前 这个他生前最喜欢的地方 你说 他会责怪我吗 不管怎么说 你总算回国了 能跟家人团聚了 不是吗 如果我不提出海 他就不会死 你不能这么想 你不知道 你刚才说起和高卓在一起的回忆 你脸上的笑容 是这么久以来 我从来没见过的 你也说过 这是你活到现在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光是看你的表情 我就知道 你们兄弟感情有多深 他只是想帮他的好朋友 完成心愿 想让他出海 他那一刻心里一定很骄傲 很开心 所以他怎么会怪你呢 如果换作是你 你也一定希望 他能代替你快乐地活下去 希望他幸福吧 谢谢你 对了 高卓兄 虽然我不认识你 但是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神秘 真心的谢谢你 本以为把田田带到这里 就可以对他讲出 这十几年来 我最难以启齿的秘密 但话到嘴边 却 怎么也说不出口 where 就是 你干吗 我送你回房间 我不回去 回去也是一个人 在这也是一个人 这还能喝酒 你已经喝多了 不要再喝了 你不要管我 要不然就陪我一起喝 你为什么总是管我 走 干嘛 给 谢谢 你知道吗 我和沈蜜三岁就认识了 就在我们三个人见面的那家小面馆里 从很小的时候起 大人们 不管是真的 还是假的 是开玩笑 还是真的就这么笑 他们总说我和沈蜜是一对 将来是要结婚的 所有人 每一个人都这么说 直到现在他们还这么说 我 我承认 和沈蜜结婚 走进婚姻的殿堂 在所有人的祝福下说是我愿意 这个场景在我脑海中已经出现了无数次 这个 嫁给沈蜜 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好像 她回来之后就一切都变了 回来 回来 她去了哪儿 为什么 为什么一切都变了 最可悲的是 没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 记得我小时候学习的时候 遇到不会做的题 我就会特别特别地烦 知道我是怎么解决的吗 你这样的人 博士 还会有博会的题呀 博士 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 我只是比一般人更勤奋一点 好 你说 好 闭上眼睛 相信我 闭上眼睛 又说给我 你现在开始想 你此时此刻最烦恼的事情 越具体越好 现在想象着 将这些烦恼 用力地握在手里 越紧越好 现在就是最关键的一步 坚入无情的回忆沙漏 无法逃脱 我张开了双手 慢慢地握在手里 快 对不起却都怪我 不能陪你到最后 其实我只想把你 紧紧拥入我 可以睁开了吗 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你也会突然伤起我 睁开吧 只说你还记得我 哪怕只是什么 看到那颗星星了吗 嗯 你此时此刻所有的烦恼 都被扔在了那个星星上 它现在离你 有几千万光年的距离 这辈子 它都不会再来找你 怎么样 心里又不能说不一定 有事 今天就允许我 幼稚一回 多希望时光倒流 回到故事的开头 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 你也会突然伤起我 送给你 至少你还记得我 哪怕只是伤心装 放心 不是戒指 是我的过客 哎 哎 我要饿了 人去哪儿了 电话不接 谁去不回 哈罗 哈罗 等会儿 等会儿 算了 哈罗 我 我好饿呀 你也没给我留一点 啊 过来 抱一下 哎呦 你饿不饿 嗯 我真的太饿了 这 这俩人去哪儿了 啊 背着我约会也就算了 电话不接啊 信息也不回 他们想干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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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的回来了 吃的吃的 快来 可能吗 你俩终于回来了 有吃的吗 啊 你什么意思啊 打电话不接信息不回 你们两个想干什么 我都要饿死了 我现在一点钱都没有了 你吵死了 我吵什么 我饿呀 我一天没吃到 我晚饭也没吃 不会点点啊 我哪有钱啊 挂房账会不会 我信用卡怎么疯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 老板出来 怎么这么多人在咱们医院门口 弓箭射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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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电话问一下 田佩兰 医院那边到底什么情况 医院出事了 快被人拆了 赶紧回来 赶紧回来 什么 醒来以后和我联系 一起吃早餐 醒来以后和我联系 我先回国了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 睡得好吗 还可以 对 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所以都给你拿了一些 挺好的 谢谢 快吃吧 快吃吧 好看吗 好看 我是这二关 我也是这二关 顾博士 昨天谢谢你照顾我 没关系 都是小事情 顾博士 你今天有安排吗 可不可以陪我去一个地方 好啊 咱们这是去哪儿 这件事情呢 你要多上上心 好 好 努力地进入自己前生的所有 好 明白的意思 谢谢 好 我愿意 我愿意 好 有个人 然后 你 好 所以 我愿意 我愿意 你 我愿意 很快就知道了 甜蜜的你由特伦苏冠名播出 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伦苏 你看 一九九八到二零一四 二零一四 二零一四 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是神秘回国的日子 这儿的风景真是不错 如果能在这里生活的话就好了 顾博士 看来你挺喜欢这里的 想在这里生活 如果能在这儿生活的话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顾博士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说吧 今天的事情 我不想任何人知道 尤其神秘 放心吧 好 我是乾隆医院的院长 你们有什么事情 直接跟我说 好 来 林先喝茶 笑笑气 笑笑气 是 你家的宠物被医院害死了 你是能喝杯茶就笑气的吗 没有没有 是这样 因为我刚从外地回来 所以这几天具体发生了什么 我完全不清楚 要不您从头到尾详细地跟我说一遍 如果是我们医院的责任 我们绝对不会推险 就是你们医院那个姓陈的 他害死了我家贝贝 这家叫田林的动物医院 极其恶劣 恶仪陈亦凡私下和犬舍老板勾结 伙同黑心犬舍一起卖给顾客星期狗 我的贝贝连两天都没有冲过去 就死在这些黑心医生和黑心老板的手中 他们是毫无良心底线的奸商 那个菊姐 我想起来了 你就放心吧 我的亲姐姐 我们全市的小家伙都健康了 再说 陈大夫 我哥们 他都不给贝贝检查过了吗 报告在这儿呢 是不是 放心 放心啊 贝贝 给您真是登队啊 太登队了 上次那个菊姐带了一男的 还有一条狗 那狗的病就是老陈给看的 是吧 老陈 那天你不是说你爸生病你请假了吗 我确实这么说嘛 然后他后来就好了 你父亲如果真的病得很严重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去趟医院吧 我们这儿呢 不需要你担心 反正你在这儿也没什么用 此言差异 他就是误了个诊 那你那天 姑姑姑姑 现在都这样了 你别管这些了 火烧眉毛了 咱们聊点正事啊 你跟你说这么倒霉的事 怎么让我给碰上 到底怎么回事啊 他就是污蔑我 污蔑我的清白 来 进来 进来 哎呀 老费你怎么来了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这越来越年轻怎么保养的啊 我来是卖了一只小边墓 可不是说非要检查没问题 再富广 没问题啊 做个体检就行啊 对对对我叫过来啊 菊姐 来来来来来 这边请啊 走走走 你好 坐 好 介绍一下陈奈明 这里是菊姐 自媒体人 那工作号写的火了去了 啊 做个体检吧 来来 来 哎呦 乖 小可爱 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们叫贝贝 贝贝 真乖 行 我们先做个登记啊 主人姓名 叫菊 叫菊 什么菊 人带如菊的菊 小可爱叫贝贝 这个宠物检查呢 就是检查一下它有没有什么传染病 狗温啊细小什么的 再做一个血香常规 没问题 能做的都做 好 那检查的结果呢 那个姓陈的说 检查的结果没有问题啊 这油温啊就是贝贝最乖喽 它好像跟我是挺有缘的 特别有缘的 您优雅它乖巧 绝配 报告出来了 太好了 犬温细小都是一性 血氧肠口也是正常的 那就是没问题了 没问题 现在看来是没什么问题 就是没问题 你就放心吧我的亲姐姐啊 我们全市的小家伙 那都是正规繁殖 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保险 对了 刚才我帮你挑一狗 特别好看 我都想住了 我真假的 老陈啊 早就跟你说了 细小时有潜伏期的 你什么意思啊你 不是 你干嘛 这事我会不清楚吗 用了点你来教我呀 不是 我就这么一说 你这么认真吓我一跳 那你到底怎么跟客户说的啊 我能怎么说啊 我当然实话实说了 还好 是 我们曾经认了 我们今天是在给大家招待 看我 和大家的一样 我owiadam 那之前我说 等一下 我会得到 有什么 我会得到 那边 如果不得到 感谢观看 那后来 后来怎么着了 后来 后来 贝贝 贝贝 你怎么不吃饭呢 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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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脑不舒服吗 贝贝 你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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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变血呀 你怎么了 你不要吓妈妈 行了 姐 现在最重要的是 让贝贝得到救治 前天你还说她没问题 没有产染病 现在为什么又说有细小了呢 啊 哎 你是不是跟那个宠物店的费老板是一伙的 你别乱说啊 我提醒过你 犬婚和细小是有潜伏期的 我看你根本就有问题 像个骗子 我告诉你啊 我家贝贝要是有问题 我让你这家宠物医院开不下去 你信吗 你再捣乱 你捣乱就是耽误我救你们家狗 文静 送中间户 马上出去 我可以 姐 等我吧 你要你要不要去哪啊 啊 你这事没事 你放心 你放心 发生重要事情我们也很担心的 但是医生一定会尽力救治的 你放心 你放心 给我准备房间吧 我要陪护 我陪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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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陪护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跟前两天一样给他混合去 您放心 绝对不会让您白信赖的 好 我 你们两个 学习 学习 让我得个正着吧 早就说你们俩有猫腻吧 不不不 你还不承认 别 别这么说啊 不是的 他解释一下 不是这回事啊 这个陈亦凡太过分了 他其实是过分 他简直是丧心病狂 您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 情况就是这样 解决了 解决什么解决 陈亦凡 你跟那个犬舍的费老板相互勾结欺瞒顾客 有没有这回事 我跟老费勾结 怎么可能啊田院长 我不可能为了这条体检费 搭上我们田林的生育子 田院长 菊姐跟我说 你跟费老板私下串通好 要把他们犬舍所有生病的狗 拉到我们医院做检查 然后你再给他开个假单子 人家给你送的礼 你都收了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田院长 你信我还是信他 放开我 我今天护士续手 你必须应该说清楚 没没没没没 没必要 没必要 你别那么冲动 玩笑都开不起吗 在他面前做个喜 你这个人呢 虽然平时抠了点 爱贪小便宜了点 但是大事大非上 我们还是很认你的 毕竟你在田林这么多年 但是为什么菊姐 会这么误会你呢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老费为什么大晚上来医院 田院长 我把老费请过来 就是想把这件事 给说清楚的呀 来吧 等我来个事 你前几天分音多软 带着小兵门所提醒 啊 啊 这有件事啊 这边部出院以后 没几天就得了细小 现在能不能救害还是个问题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 这只狗有问题 哎呦我 我那之前是有狗行验的 哎 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中一只狗的信息 可能是 可能是 比传染合了一遍 我告诉你 你明明知道 这只狗有可能被传染 你还瞒着把外卖 啊 还是带到我这个医院来做体检 现在人家狗有了问题 就赖上我们医院 你知道吗 哎呀 陈的啊 陈大哥 狗出了狗事了 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关系 同理啊 你给他做点探 是不是各样指导都正好呢 再说 他出去有没有跟别的门口去说 别的指导的事 什么对不对 狗有了病就得早点治 一般人狗主人给坑了 屁 陈大哥 陈大哥 狗大意就是狗狗的 他才这么狗主人呢 这这股狗的病神道 你不比我清楚吗 咱先别说这 真是我一点小心手 没人笑的 干什么呀 我呢 是这么想的啊 来我们全市的警察都新手 我就想赶紧把那匹病狗仔子给凑一刀 要是再有客户 那我关锁点他 就像前两个人一样 倒在一部衣服里的后卖去 哎 您放心 绝对我来信你了 啊 哎 哎 你少来这套啊 我告诉你 有什么话 你自己跟狗主人说去 什么 那是什么 你跟狗主人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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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得个正着吧 不不不不 你还不承认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你别 别 别这么说啊 不是的 他 解释一下 不 不是这回事啊 那不对啊 这件事 你跟菊姐的描述 完全不一样 那肯定是 其中有一人撒谎了呗 谁撒谎了 我又没说你 哎 我刚才说的 只要有半句假话 我就离开田林 这辈子 不踏进宠物间半步 我如果说的有假 我陈亦凡这辈子 娶不上媳妇 不至于啊 不至于 不至于 那个我我证明啊 就那天菊姐带着贝贝来的时候 那陈亦凡是跟她说了 就是细小啊 全温啊 那就是有一个潜伏期的 这些传染病啊 是有潜伏期的 短的呢 三到七天 长的呢 二十多天 那就是有人撒谎了呗 那肯定撒谎 他就是诬陷 他想合钱 可以了 大家都冷静冷静吧 我们现在呢 不是纠结谁对谁错的时候 而是我们要一起想想办法 怎么样把这个事情的伤害降到最低 明白吗 你快放手 菊姐 你不能把卡洛带走 我说过了 只要你们给我道歉 我就把它还给你们 不要太过分了 这我们你家 谁过分呢 你马上松开 你给我松开 你赶紧放开我的狗 有什么事情好好商量不行吗 我跟你说 那你们公开跟我道歉 我就会把它还给你们 这是我的狗 你凭什么带他走啊 你这什么意思啊 你不帮诬陷我 还要抢我们家狗是不是 田雨晴 关门 你们都是一伙的 当初我带我的贝贝 来做鉴定 不是你说没问题的吗 然后他生病了 我也带他来到这儿治的 你把他给治死了 我不找你找谁 我跟你说过的 这是有潜伏期的啊 不是你太过分了 你的狗死了 你为什么不找卖狗的 我已经说了 你们明明就是一伙的 好啊 关门想干什么 想打人吗 你目光从没有繁杂 只够将我一人装下 我千百次被你融化 却不知如何表达 却不知如何表达 我只能抱紧你啊 如今你还在我身方 一同穿梭 一同穿梭时间熄绕 总会有一天 我要被整个世界彻底遗忘 无留迹象 只有你还记得 只有你还记得 我模样 我只是未经许过 你不信任你 你不信任你 我能够尽 这些人 有什么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